怎么这么突然 直接从这跳下去 我们只剩余像 充满心心 别笑容大人 别笑 别笑容大人 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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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看 不要小看对方 肯定有什么东西在里边 我跟你说 对 好有道理 很厉害 对 你也 他们俩 相遇还挺好笑的 他好像每次都是选这种 就是没人选的 前四个都是选的 这意味着后面四个都 不仅要选课题 还要选队友 来 再次交给命运 剪刀石头布 赢的先选 输的先选 我选择困难 所以我希望输的先选 行 输的先选 他觉得这方命运很差 好害怕 嗯 你对你未来的这个职业方向 你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吗 最最最倾向性的还是做仲彩方向 为什么呢 就是这么笃定选择一个职业的方向 从高中开始经历了比如说像legal high什么的洗礼 那个时候开始就对诉讼律师有一种自己很向往的感觉 对这种是就是有一点像根植于心的东西 你以前不是一直说想做这个诉讼业务吗 现在是更坚定了呢还是 有觉得资本上这个业务这个方向还还挺好玩 虽然比较提前比较挑战 嗯 嗯 哦 还是诉讼方向 来探班了 探班 真的有种探班的感觉 看完B号是吗 真的 来回打探啊 完了我觉得文婷好憔悴 我问你 是的 我讲得憔悴 我也是 没看到你 你还是很生的活活 怎么样 啊 怎么样 就是感觉我们觉得非常重点的东西 问了以后都没有相关的证据 然后发的证据都感觉就是 我们当时觉得应该不会被回复吧 然后就被回复了 看看 我们可以看 没有问题 再来说先行一个路程吧 我觉得这点非常搞笑 我刚刚文婷也说了 是这样的 我们先根据这个增资协议提到的一份战略说明 然后我们挖出了这份战略合作协议 然后再根据这份战略协议里面提具的一句话 我们又挖出了这份合作协议 我们四个人就两个方都触发了这个事实 而就是只有我们这份触发的事实就觉得 我感觉 我感觉你们这好有意思啊 好像好像 那你了 我昨天也是这种感觉 就好像玩游戏你知道 像玩游戏 但是它又不完全是玩游戏 但是这个玩游戏的过程非常痛苦 那只要你们比他们足挖得多不就行吗 那不一定这个意思吗 那没有办法 我们就看自己就得了 不跟别人比了就 我今天早上试探了像胡明浩 他的口风非常严 他超严 我们我们也问了他们也什么都不说 保密保密 害怕你是我方派出的间谍 来来拉拢一下 你现在变成了叠战戏 我们对一对口风 但凯哥这个保密意识真的可以的 不然他们俩口风都好严 对 我跟你们讲的太多了 对 把我们的家里都给投给他们了 没有这个 还有这个 你们两个 现在你们两个小心点 那我非常害怕 别害怕 不能跟别人比 问题想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跟他们比 不是那最后那你跟别人比 那是外在的规则 我内心不跟 没人比得好 我不太懂这个比赛有什么意义吗 就是你不能被搞心态 对 嗯 听到没有 不要被搞心态 理解理解 对 哈哈哈哈 肖羊太可爱了 都没了 他先还是犹豫了一下忍不住啊 我还是跟你们说说我心度力上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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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可以根据现有的文件挖掘出这么多份文件还是蛮厉害的 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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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我来提醒一下 还有不到一小时 好的 提交 好的谢谢 哦 哦他那个上面提到了 房产抵押 想要一个房产抵押的证 啊啊 对 想要一个 要有啥新典 你就放我微信了 有这人的真是 不知道他们准备了啥 对高普罗的保密你知道 哈哈哈哈 你不忘了 要要 要 怎么问的大致 想问的多 想怎么点子 想问的也还不调 好 要没有衣服 没问题 胡明浩说没问题 想不到什么呢 我估计就真没什么 可以 发吧发吧 嗯 我觉得可以 不知道了 嗯差不多了 嗯 你先发哈 哎呦哎呦 哎呦我天啊 这个六十六个 咱们这次能不能够几个呢 怎么能够 哈哈哈哈 怎么能够 魂群今天状态好好啊 很松轻 走去探班 探班 王一又在探班 我又来探班 哈哈 做事用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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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 为你们表示开心 谢谢 恭喜 就是来秀一下 炫一下 就是来告诉你我们赢了 哈哈哈 今天发布课题之后 在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 两方均可以提交多轮文件和问题清单发送到我邮箱 我会释放更多的案件事实给大家 我们回复完之后 我们回复完之后 在明天下午四点之后 如果有没有挖掘出的本案关键事实 我们会释放非公开渠道需要获得的证据 但你们会被扣分 哦 哦 哦 仅剩一个证据 我们 只剩一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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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信心 哈哈哈 啊 别笑了大声 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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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笑自己的大声 滴调 滴调 没想到竟然真的获得了大部分的 我当时还比我们至少可能差四个 对对对 但没想到它就是全部的材料 我觉得可能是公开信息咱们得再找找 对 说的有道理 对 咱们先打开一下那个《真正神》这书 嗯 嗯 OK 确实没有很差 哎 他们这点好简单啊 这是你说 嗯 哦 他没有说要这个公司赔偿哎 哦 对他们好奇怪 可以说不要小看 不要小看对方 肯定有什么东西在里边我跟你说 他们写简单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不知道他们太多的想法 我现在要是能变成一条鱼在那湖里游泳就好了 什么这么突然 直接从这跳下去 他在想什么 哈哈哈 开始发疯了 哈哈哈 这个文艺波也在 那么 浪漫的吗 你为什么这么突然有这个想法呢 没说呢 不至于吧 疯了已经 不就是证明为什么我没有违约吗 是啊 为什么呢 证明他们违约好证明他们就是没给力 嗯 但咱们的四千八百万怎么办 四千八百万 有办法 我们不安靠面前不给你 而且我没有违约 如果我违约的话 我还要赔他违约金的 证明我们自己没有违约最重要 这样至少我们能付更多的钱 对他们的立场要挺坚定的 不安靠面前的意思就是说 你都已经没有在想要旅行这个合同了 我觉得你接下来应该不会旅行 所以我感到不安了之后 所以我也不旅行 这就是我一个法定的不去旅行的一个义务 就我们现在两套路径 第一个是证明他现在为什么不用旅行 四千八百万的给付金额 第二点就是为什么S公司要去还两百万 所以针对于第一点我们的抗辩的理由 第一个我就是不按抗辩权 所以我们不用旅行 还有一个就是财务报表 如果说也有问题的话 他这个合同可能是无销或者可撤销的 这两点就是都是我们不用旅行的原因 你说 我刚刚想到一个点 你说 投资协议当中的新决条件1.5 即每次放款日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且未发生或可预见 将要发生任何可能影响其旅行交易 协议下义务能力的事件 根据这个聊天记录 这个实际控制人 很明显的在融资公司的财务情况 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 这样恶劣的一些情况 也就是说他还款能力 不会受到影响 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用给他钱 因为他没有满足这个限决条件 咱们不需要付款 对 这就是连不断抗面都不用主张 直接合同条款的一个 对 是 对 这条非常明显了 好 这个觉得不错 所以我们不用探讨 我们首次放款日 我们只要探讨我们下一次 放款日的时候 我说你的经营状况不行 所以我不给你放款就行 我们现在要证明的是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要改放款 不是证明2019年那笔放错了 对 好有道理 或者是他已经做续假程序 因为他给了那个财务报表 对 对 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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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 他们俩 逍遥还挺好笑的 他们俩每个人脸就写着 哇 你是个小天才 是的 你也是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好 然后我先把我刚刚 稍微写了一下 就是我们的反省球的 整个大纲啊 速球什么的 给你看 你这有什么需要更改的地方 嗯 我也没想到特别好的 要更改的地方 那我们先按照这个写呗 嗯 你愿意写哪个点 我都写 你挑我呗 那我挑第一个吧 好 那我挑两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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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ный o 感谢观看